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队长叶尚武痛心疾首 感慨万千 队长叶尚武痛心疾首 感慨万千 队长喽万千 快了两秒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是国难当头 我们却在自己人打自己人 任凭小日本 在我们中华国土上 横行挂道 残害人民 队长 我们这只小略的特殊性 你是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在世人的眼里 我们都是死人 是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 没有任何的记录和资料 直接秘密听命于 军部的最高长官 但是大家别忘记 我们都是中国人 走上这条路 就是为了保家卫国 救国民以水深火热 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 就能担持人的 从来都有 打死 像我超过 你家人的职责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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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炸药 散步是 队长 有一宵部敌人 从上回跑了 追 是 队长 队伍里面还有人资 告诉他们几个 传查到队伍的侧候房 动手的时候 注意不要伤到人质 是 准备战斗 押忍 大卫先令 运回过去 进身营救 是 其余人 进敌人火力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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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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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和尚文被抓了起来 尚文 尚文人呢 他被关在庐山的监狱里 我们这个小队被送来了伤怪 我们这儿夫妻里 不管老板心中死活了 一跳就上一处了 兄弟同心 齐力断尽 把对重庆的日本间谍给抓起来 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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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医生 绘是行 铁核 though死了 这怎么可能 消息来源可靠吗 也派出其他特工队核实过了 文件代理 有他的身份名牌 这是我亲自颁发给叶上午的 他的遗体怎么处理的 被他的老管家 安葬在了叶家祖坟 美国培养出来的特工精英哪 真是可惜了 武人士的特工精英哪 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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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在招了吗 这条的嘴呢 什么话也没说 继续吧 好好玩啊 停了 咱弄出人命了 罗一万 你去看看 怎么样 没事 叶上门 他不是叫陈庆吗 假的 叶上门 别装了 我们知道你就是叶上门 一年前从苏北来的对吧 谁能想到 上海参堂堂叶公馆的叶儿少爷 好 虽然落难到这半地步 本来我还到叶公馆去拜访你的兄长 叶上吴长官的 可惜啊 无缘得见啊 大哥 他嘎哥难道是 大名鼎鼎的铁和道叶上吴 没错 就是我们国军特种部队的 全能特工 叶上吴长官 是无契合的 不过是 没脑地帮着你 叶上吴 你要是向你哥哥学习 归顺我们国军 到时候 你们叶氏二兄弟 并肩联手 是杀遍天下无敌手啊 逗不逗 吴小伟猫 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 你在地牌我们全知道 你就是 重庆地下党学练负责人对吧 什么都清楚 不过还有必要交代你 大哥哥 这小子欠仇啊 你把他带下去 换一换 你好好想想 小曼临死前的一番话 在叶上吴的心中 引起了极大的波澜 国民政府已不作为 弟弟叶上文身陷铃鱼 生死未步 自己究竟该如何抉择 叶上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大哥 那咱找叶上吴过来帮帮忙不完了吗 叶上吴是秘密特工 隶属于特众部队 你以为想见就见了 再说了 我到现在连他张照片都没照着 陈龙剑手不见尾呀 弟兄们 最近是敏感时期 共产党正等着我们点火烧山呢 据作要求我们 尽量不要激动共产党 免得留下把柄 审讯的时候 别再出人命啊 好的 我有分寸 放心吧 哥 有我们呢 是 是 站在自己的墓碑前 叶上吴忽然有种说不出的轻松 他像一个第三者 冷眼旁观了一位国民党高级特工的死亡 见证了一个名叫贺涛的男子 重获新生 踏入江湖 请出社会 我乘觉得大大 贺涛的男人 张总 我乌Б隐 卡榜 咱们 这个孩子 张总 刚才在出视ích中 放里 走 住手 不就是几瓶消炎药吗 就会对老百姓耍横 你们有本事 传日本人耍横去啊 本大爷还轮不到你教训 周贵 周贵 不是 我 我就去买了几个橘子 你怎么跑过来惹事了呢 我告诉你 我不是在教训你 我是在尽一个 新闻记者的职责 行了 行了 人家执行公路呢 你现在怎么是非不分呢 那哪有是非不分啊 师傅 到了 命令要执行 可以要灵活 是 放心吧 放心啊 谢谢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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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庄记者 官记者 你看 我们办案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 二位可否行个方便 把娇娇给我 好 我可以请二位喝杯咖啡 以表谢意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谁 误督晚报的两位美女记者 假模早有耳闻 现在呢 娇娇是不可能给你的 但是你已经放行了 我可以不发这篇报道 谢谢 回家 刀刀刀刀 这篇文章写得不错 老陆啊 这是你的手笔啊 晚南事变呀 我们牺牲了几千民的战士 我真的是义愤填意 可还没等我落笔呀 就被庄慧这丫头抢了些 看文字是个充满激情 要求进步的热血青年 好苗子 苗子倒是好苗子呀 不过 就是浴室风风火火 倒像个假小子 重庆码头多 女孩子有点血性不吃亏 你身边不是缺人手吗 让庄慧干个外卫工作 好好培养培养 好吧 打磨打磨她 老新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这是南方局的最新指示 晚南事变 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央决定 政策上取公事 军事上取首饰 努力缝合晚南事变 给抗日统一战线造成的裂痕 我们的任务呢 第一 继续利用社会舆论 对国民党玩物派进行声讨 争取更加广泛层面的 同情和关注 是呀 谁能载舟 亦能复舟 给蒋介石施加更多的压力 迫使他 不得不顾及江山的稳固 第二呢 辛子军血流成河 想复舟者数不胜数 中央要求权力党人 以民族大业为重 保持克制状态 不给蒋介石 任何挑起内战的口誓 如有事端前兆 你必须第一时间解决 好 明月如同干柴烈火 一点就着 那我马上回去安排 好 保保 进来 许总 国府路的抗议机会 已经解决了 没有给我添麻烦吗 许总放心 我是安排警察局去办的 抗议都抗议到国府路了 就是让伪作难堪嘛 居总 我怀疑是曾家言在背后搞得贵 你要不要我去查一下 查什么查 现在社会舆论一边倒 社会和党派人士纷纷呛声 你好好看看 民间报纸没有一家把我们说话的 居宿的命令你接到了吧 接到了 但是属下认了 我们这里山高黄内远 跟晚南搭不上边 犯人如果太嚣张 监狱就不太平 要是把犯人惹弄了 监狱里也不太平啊 现在是非常时期 听老哥一句劝 谨慎点好 是 晚南事变 共党虽然损兵折将 却也赢得了不少同情分啊 国际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啊 伟多现在如座干材之爽 橘子的意思 如果我们要冒点火星的话 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还算不笨 伟多以公态表示 今后绝无搅供之军事 冯安 现在共党占了先机 你给我把手下人看好了 千万不要擦枪走火 弄回一座江山不稳 属下明白 这件事办好了 孔子的副剧长就是你的 办不好拿老袋救命 是 老汉 那边地道挖得怎么样了 碰到石头了有点硬 每天呢挖不了多少 晚南事变刚结束 当局偷出机器 咱们要抓住时机 加快进度 我明白 快打 硬闹没有 快打 快打 快 公公快打 快快 尹经理 请喝茶 好 晓月 我饿死了 有吃的吗 刘伯 你看人家尹经理都等你半天了 刘处长 就为了 尹经理 这么晚了找到我家里了 俱乐部接了一个大生意 支付 急着找那个大股东商量商量 刘处 你先上去休息 好 那尹经理 你慢慢谈 好 信尹的 这么晚找到我家里信不信 我一枪崩了你 想杀我的人多着呢 不止你一个 再说 我们 是在一条船上 是 这么多 不会是写错了吧 那是预指给刘处长的行动费 说吧 想让我干吗 帮我们制造一起国共事端 晚南事变 余翁未尽 你是要惭悔复燃吗 没错 国共合作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晚南事变还在发酵 急不可施啊 这事我帮不了 您请吧 我就当你今天晚上没来 刘处长 看看这些照片 这些都是我们合作时留下的纪念 如果这些照片 出现在你们上司的办公桌上 你猜那会怎么样 啊 任经理 你刚才不是说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吗 你就不怕把自己给暴露了 暴露 我来重庆十年了 哪一天不是在刀尖上过日子 我大不了效忠天皇 可你就不一样了 你有大好的前程 有一个漂亮的太太 还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 哎呀 我真的为你可惜呀 刘处长 李宁令 这事我确实做不了 共产党不可能听我安排 刘处长是行家 我们相信你 拜托了 刘处 一点小意思不成经意 刘处长 最近我为你的事啊 差点跑断腿啊 局所 他终于松了口了 司法处的育管科科长的位子 刚刚空下来 又忘了你顶这个空圈啊 有这样的好事 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 司法处长是个老古板 你要过他这一关哪 我们得还好好运作运作呀 刘处 你应该支个招 你真愿意听我的 唯您马首是瞻 那好 你让监狱里的犯人们 实施暴动 然后你再镇压他们 这样 您就是当我的功臣啊 不行 居座有令 不能擦枪走火 这事不干 真笨 犯人要是暴动了 他必然伤害无辜啊 你镇压他们 那是维护监狱里的秩序 顺利成长 刘处啊 你说得容易啊 这是做起来难哪 那是 那是 比克寇良响 那技术难度是高了点 真的 反正 这主意我是给你出了 这浴光客可是个废群啊 我就等着你走马上人 让咱哥俩 好好的看一番 明白了 针对露山监狱的惊天阴谋 开始实施 与此同时 贺涛也终于来到了露山监狱 他蛰伏在暗处叙事待发 寻找着一切可以打入监狱的契机 一切按计划进行 随时准备建议 是 来人哪 来人哪 不要死人了 开门 来人哪 谁在哄了 他 这放工的时间还没到呢 你吼什么呀 我们老婆要死人了 死人 快开门 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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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敢耍弄你齐大爷啊 你等着坐地牢吧你 这马桶这么多天没人到 这么多人哪受得了啊 到粪桶的养老头敲辫子了 一时找不到下手 这臭也臭不死人哪 你当你们是住公馆的啊 要得传染病的 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老秦 发生说的有道理 分辨不及时处理 很容易爆发传染病的 也就你这兽医听得吓唬 老秦啊 我都不负责啊 你怎么还不负责啊 咱跟老大收到收到 胆小鬼 有这么严重啊 四五 老杨头不是归你管吗 哎 人我也找过 可是一听说到咱间盈来 没人肯干呢 那你就多给他点钱 为他使尿的事情 让发什么闹事值得吗 好吧 我抓紧 少爷 大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必须给我拿下个工当 那你放心吧 我回去想个事 四五 犯人不是要暴动吗 给他们下套 人家肯钻嘛 呆在路上生不如死 给给老鼠凤世人都想钻 然后干掉 老大 这把人整死了 上面怪罪下来 我们可当不起啊 那看是怎么个死法 人家肯钻了 快 算了 说实 快 快 快 给他 好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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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是谁啊 不是 不知道 他已经在这里流畅好几天了 去给我把他交回来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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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干什么这是 老大 在门口捡一傻子 这小子有不力气 我看 可以留下来 顶及养老师的缺 咱还可以省点工钱 你连他什么来路都不知道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傻假傻 这简单哪 我们可以试试啊 怎么试 老规矩 下雨了 下雨了 老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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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招少得他们用的 动动脑子换一招 留下吧 好嘞 五空 带你去 带你去吃饭 走 吃馒头 下雨了 吃馒头 吃馒头 根据打听到的消息 贺陶故意在鹿山监狱外装风卖傻 果然引起了奇思五的注意 如愿以偿地 获得监狱里拉粪工的工作 走 连续几天 他仔细留意走过的每一个角落 却没有看到弟弟的身影 他决定 铁儿走险 潜入审讯室 你会扭转 二十四 一 二 一 四 你点了 先让你尝尝咸的 用不着 有感觉没 有了 痛苦了 见证 那头挖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你上轮关键了 就在你房间下面 粤鱼必须带上来 好 今晚我一定把地道挖筒 到马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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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八戒 快点 快点 八戒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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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侯侯 你快点 到晚赶紧拉走啊 你们几个赶紧到 到晚赶紧回去 喇不动 谁帮他一下 我来吧 去去去去 赶紧 修备了 修备了 八戒 谢谢你帮我推车啊 夜上午 别跟我这儿装身弄鬼了 庄重 好严厉啊 别来无恙的 堂堂国军特工队长 局员弄成这个样子 不会是为了来揭穿我吧 要抓你 还用到 等到今天 那倒是 那我就不明白了 有什么使命 需要你潜入 警察署的秘密监狱呢 就我兄弟 夜上 夜上文 上文是你弟弟 他也是我们的人 怪不得你要换个身份 夜上午已经死了 我现在叫何涛 当年国共合作 我们联手被换了 如今国民党刀性逆尸 你可不会同流合污吧 我一直都反对内战 所以从来没有打过中国人 我相信 所以你要脱离国民党阵营 一言难尽 以后慢慢说吧 当务之计是救出上文 你应该实施越狱计划 有你的保护 把握就更大 人多了可怕不信 我只能救你们两个 那我不敢 你们到底进展到哪步啊 你们到底进展到哪步啊 已经挖了十几米了 行不通的 我看我设计团了 你们两个快点 嘿嘿嘿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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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affrey 好啊 起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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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亲弟弟受刑 贺涛的心里宛如刀割 他强压着内心的愤怒 指示着他们施暴的每一个动作 他在心里安安发誓 有朝一日定当加倍奉还 而眼下把叶上文救出这人间地狱 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何涛决定 立刻实施郁郁行动 上文已经被人打得快不行了 必须马上把他救出来 今天晚上就行动 不行 我们的人还没准备好 那我就一个人动手 上文上的那么重 连一步都走不了 你怎么得他做 这是电路通路 不愿意方案 报告 进 老大 附近发现来路不明的汽车 好啊 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有动静了 李小弟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说共军会在几点动手 共党喜欢偷袭 一定是趁着我们睡着了在行动 四五 有 我们下来 告诉弟兄们 按计划行动 宣布 李田 分头行动 好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